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1967年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的将领 香港日治时期的总督 亦是南京军事法庭裁定的战犯 中国人就不能忘记这个人 而香港事物尤其应该要记得他 和江村灵刺、土肥袁延二、板行征四郎 这几个人叫做侵怀日军四天王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淪陷期 他担任总督三年 中国学者曾经发掘一件重要的史料 就是制造爆炸事件炸死张学良之父的 张作林的日本军人何田大作 1928年4月4日 在策划阴谋的时候 就写给当时日本驻华武官 基谷延嫁是一张秘密的信件 信中提到 本就是希望 在满萌搞他的血肉横飞 相信这就是基本的解决方针 基谷延嫁毕业于日本的 六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 和板行征四郎土肥袁延二同其同学 之后曾经做过日本陆军省的军务局长 日本驻中国使馆的父母官 就是日军里面的尖拉通 1938年3月 基谷延嫁指挥日军第十师团 就进攻华北 和中人指挥的第五战区 国民革命军在台庄会战 一度受挫 同年6月 基谷延嫁接任了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长 1939年5月 滿洲各军队和蒙古军队 在洛门罕发生一个小规模的边境冲突 最后演化成为日本关东军 对苏联红军的正面对决 朱可夫指挥六个女儿 有七万个苏联远军 和一些机械化部队 击败了两个司团 大概四万个日本关东军 中间有一万八千个日军战死为受伤 日本全国当然震动震惊 平朝内阁真是请辞 关东军的司令官直田廉吉 和参谋长基谷廉介被施职 基谷廉介最后变了避疫 1941年12月 日军偷襲珍珠港后和英美宣战 酒井龙指挥日军进攻英国殖民地香港 经过18日战斗 香港总督楊慕奇在12月25日和日军投降 基谷廉介被任命做香港的佔地总督 在1942年2月20日正式上任 这个乡督一上任就发布告语 凡以民众若能隔除固态漏集 挺身致力一丙东洋精神 完成大东亚兴隆毁业者 本督以知己代之 其有违反道异不守范围者 乃东洋万众之功敌非个黄土之民 无论国殖无论人种 本督当以君律处治 决不容恕 在旧报上可以看到他一篇又一篇的乡督令 他下令遣散人口 将差不多百万的人赶回到内地 他下令用1比2 再用1比4的比率 用军票强行兑换港币 略夺香港的财富 导致危害资金的军票问题 反英就是日本手里面的一只牌 他们也懂得利用香港财罚的重要 占领地当局认为 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在香港工作和从商的华人 需要奉承英国和看英国办事 但当英国人被逐之后 就开始日治 他们又会改为奉承日本人 所以不论是什么人统治都好 只要运钱就可以了 鸡谷廉价强行牵涉人口辩解 他说是因为日本在香港 只能保证70万人物资供应和 1944年12月24日 鸡谷廉价调任台湾行政司长 香港佔地总督一职 改由田中九一去接任 鸡谷廉价佔领香港期间 日军从香港断取各样物资 包括逼市民换武保证日 日本军票实行日化教育 禁止用英文 将香港在街道和地名 改成日本名 还有推行疏散政策 迫使香港居民回到内地 到1945年日本投降 香港居民的人数降到70万 是战前的一半 占领地当局的朱多暴行 其实他都难辞其咎 但4T王里的土肥猿然二 和板行精四郎 战后他们都被判处搞刑 但他只是被南京的军事法庭 部主无期徒刑 带回本 找了六年之后 还要放出来 另外江村凌翅 甚至被宣布无罪式放 对于鸡谷廉价罪行的认定 主要是强行衍散香港的人口 违反了国际法 1946年 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法庭 判以战争罪行去審判鸡谷廉价 结果年居被判无期徒刑 后来又获早提醒 最后在1967年死于日本 战争罪行去審判 СССР 剑賓 Öz隆 赘予罪行去審判 前面居被警告的 story 战争罪行去審判 後来又追求 當然作為一個在香港最高權力的元首 日本總督機谷廉界來香港住 當然選擇一個在以前英國總督住的地方做他的官邸 現在在我身後的禮賓府 我習慣叫他做港督府 當然被林鄭月娥佔據了 但原來禮賓府也有當年日本人佔領香港時加入了大和色彩的建築物 如果原本在二戰前的禮賓府 基本上只有兩個主建築物 當時英國人的總督住在這裏 也不是有什麼奢華、亭台樓閣、了不起、豪裝之類 也是兩間有英式的建設 加了一些瓦片設計 一個白色的洋房 做港督的官邸 有一個連結 和一個不會有奢華的生活態度 一間機谷廉界來香港後 進駐了這個禮賓府 當時叫港督府 做了他的官邸 但他進來後當然要加一些日本東洋色彩 所以在裏面 自證明我們大東亞共鳴圈 我們大和民族 佔據了香港作為佔領地的特色 如果你猜到這裏 你猜不猜到哪一個地方 是機谷廉界加落後加上去的地方呢 作為港督府 日本總督當然要住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他住一些矮的地方 就不是反映到他的性格 可能當時日本皇軍的身高 平均都不是高不高 他喜歡爬高 顯示出他高人一等的地位 所以你會看到 中間在兩座建築物中間 零零射射有一幢塔的物體 樹高了上去 因為機谷廉界 在香港做總督時 他居住的地方 你看到整個塔 看上去好像有些京都 那些小屋那些感覺 有些日本和式的感覺 他找誰來幫他做設計呢 當時他憑著他曾經當過關東軍的將領 他找到一個很年輕的日本的工程師 這個日本工程師叫做藤川清一 藤川清一其實原本他想有些比較 contemporary的色彩在裏面 內河總督府內的職務人員 你也知道是軍人 或者是一些比較傳統的日本人 他說什麼 真是 不准 就一定要堅持有和式的風味在裏面 即使機谷廉界 他亦堅持有日本和式的傳統在裏面 所以你會看到 在兩座比較英式的建築物 零零射射射了一個和式的建築物 你看到高塔下面有矮一點的塔 都是有一種亭台流角的味道 而這個塔是有幾個不同的供應商 幫忙承包的 裏面就是找一個大阪的室內設計師 工程師來承包裏面的裝修 粉飾到尾輪尾換 而這個瓦片 上面的瓦片 就是找一個中國的鐵路公司來製造的 而整體的建設就找到陀地 有一個叫SANGLEE的construction company 我估計它的譯名叫SANGLEE 又生又有大利潛 即是很傳統的華人公司 這個叫SANGLEE建築公司 來承包整件事 裏面的亭台流角 亦加入了很多和式的庭院設計 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 你就會看到日本一些和式的室內設計 或是庭院設計 就有很多碎石 有些小橋 有些小湖 有些小塔 如果大家可以看 更加認到這個例子 就建議大家看這個精武門 精武門 李小龍先生在最後結局戰 大打洋人 以及拳打東洋鬼子 那個亭台流角的庭院裝飾 就是純粹一個東洋設計 有時大家去到京都都會看到一些 以前一些日皇或大將軍 他們一些舊的歷史性別墅 那些庭院都有這種很濃烈的設計 其實在裡面亦都有一種日式的設計 但可能現在我自己人生 就入過港督府一次 我就不覺察有一些東洋的設計 當然可能在香港重光之後 楊武奇和郭亮雄 就趕快把裡面的東洋式的亭台流角 趕快走 讓人不要眼淹 我想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地方 而入到機局洋界的大廳 或者新裝修的大堂 有兩樣東西吸引了別人的眼睛 包括一個日本大將軍 Shogun 的規格 當時在香港就少了這些東西 大家現在習慣了東洋的一些影響文化洗禮 大家都覺得這種經常都見得到 另外就有一張 哇 緊要了 Wave 很威武的 一個大的老虎皮 這隻老虎皮就是當年在赤柱裏面 1904年在赤柱裏殺了的一隻老虎 這隻老虎皮掛正在大廳裏面 增強他的殺氣 有大將軍的規格 以及老虎皮掛正在大廳裏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可以想到 這些品味通常是一些武官 他們的一些個人生活品味 就算回到家 也要提醒自己 要威武 要勇猛 要有力量 要有氣場 一定有一種駕駛的感覺 就不是比較長和 以及一些比較文質奔奔的打扮 但是這個機局廉介 它本身原來也是一個茶道的愛好者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個陽台 即是騎樓 騎樓 包括主人房和客房 都有一個騎樓的設計在裡面 即是可以突然走出來 大吼啊 我嗨喲 我嗨喲 那時候 一出來就看到 神光在維多利亞升起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日出 亦都苦難了整個半山 裡面亦都設置了一些茶道的裝修 格局 亦都有很多陽色的傢俬 你問我那些陽色的傢俬在哪裡來 還要說呢 整個西半山 上面全部都是大媽 鬼佬住的 他要進去喜歡哪一件 基谷 基谷神 喲喲 接著就任他拿 多醬多醬多醬 健健 傢俬 爐頭 皮梳化 搖搖燈 他喜歡什麼就拿哪一件 就放在裡面 裡面有一個茶道的設計 基谷很喜歡茶道 他在裡面 經常在夜晚喝茶道 秉承日本人的傳統文化 據稱在下面駐守的獻兵 經常聽到基谷在上面茶道的時候 進行茶道 蟬修 蟬賞 冥賞 竟然聽到有女人的叫聲 還要是 Yamete Hayaku Hayaku 接著就是臨叫喘 一輪的任聲浪語 跟旁邊的冰頭花園 裡面的馬丘一起叫喲喲喲喲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基谷 在附近搶了很多洋人的威士忌 和啤酒 但是同時之間 他亦都在日本新橋的夜店 一旦叫做小松 大家可以看貨長島間鑽 經常見到這些小小間酒店 有些媽媽傘小姐做招待 在小松夜店裡 專程禮聘了媽媽傘 和一大堆鑄場的小姐 進駐禮賓府 跟她一起研究茶道 不知道為什麼 當她研究茶道的時候 經常聽到 Yamade Hayaku Kimochi 叫聲 叫到擦天 這個基谷連戒 就是扮演茶道 但實情是叫那些女兒 進駐港督府 現在叫總督府 在這裏鬼魂 原來 總督府或港督府 曾經有一段荒淫的歷史 大家經過的時候 大家留心聽聽 會不會 林鄭月娥在裏面玩茶道 來不忠聽了 Hayaku Yamade Faster Faster Fuck me harder 那些感覺 大家想一想 哪有空去搞它 日本佔領了香港之後 都要想想如何處理戰夫 當時的戰夫 大概有一萬名的 英國殖民地聯軍 當然大部份都是有英籍的人 亦有很多加拿大的士兵 一些印度的士兵 即是南亞裔士兵 以及一些本地人 以及一些原本在英國派來香港 駐守的一些本地守軍 合共大約一萬人左右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 阿琪在哪裡 我們在深水埗公園 深水埗公園 現在是下午的十二點鐘 阿琪轉了旁邊 非常休閒 通常印容是帶一些阿敏 來這裡坐下曬太陽 即是那邊有那些逗離鬼佬 在那裡看書 在戲 還有一些老榮家 老朋友 就在製造老友記 在製造八段錦 體操 但是知不知道 深水埗公園之前前身是英軍軍營 英軍軍營除了英國駐軍 二戰之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日本人亦將這個地方徵召了作為集中營 剛才我所說的一萬名英聯邦士兵 其實有七千人囚禁了在深水埗的地方 其餘的還有赤柱的集中營 和北角的集中營 這裡有七千多名的士兵 即是英聯邦的人都有 當中當然會有軍官和寶東士兵 大部份的寶東士兵 困在深水埗的軍營裡 其餘的軍官遷移了到阿佳老街的集中營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出名的殘忍 皇軍對待戰俘亦不方會有好日之覺 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日本人將戰線拉到這麼廣闊的時候 很多的物資、食物、藥物都不夠 這裡也囚禁了很多加拿大的士兵 在這個位置裡 而很不幸地的 因為當時醫療不好、不人道對待 營養不足 很多士兵都是死於疾病或飢餓 包括一些藥質、白喉、腳氣病 身體抵抗力一差 自然對一些細菌受不了 詳情可以看看熱大夫中醫教七 今集剛剛講完就是講腳氣病 加拿大士兵在這麼嚴熱的地方裡 藥物、食物都不充足的時候 又被迫他做一些不人道的事的時候 身體就有很大程度的損傷 抵抗力又差很容易生病 就死了 我想講一點點 這裡有兩棵樹 阿奇知不知道是什麼樹來的 在加拿大的國徽有個楓葉 就是楓樹 但這隻楓葉跟加拿大國旗的楓葉有些不同 這隻叫做Sweet Gum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 但我們其實有五反 這裡有三反 而且在這個時期 如果是秋天 在加拿大的風樹 其實基本上變成紅色都掉下來 但Anyway 那為什麼這裡有兩棵的風樹呢 原來在1991年 這裡樹立了兩棵的風樹 現在是1991到現在 是不是你出生到現在 1997年 你1997年出生的 現在已經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28年了 這棵樹有28年的歷史 紀念當年 在香港裏面打這個 香港保衛戰 還有就是在這個籌禁了 受到日本皇軍的 不人道對待的加拿大的戰夫 逝世了之後 離棄了這個世界 離開這個世界 損失了他自己寶貴的生命 是歌頌他們一些偉大的行為 那我經常都說 其實加拿大這個國家 對我們香港人 就是非常之友善 對我們就是非常之有很多的恩義在整件事裏面 很有義氣 有很多的幫忙 亦都有一些的老兵 亦都是後來退役之後 做了一個加拿大的官員 而一個加拿大的前士兵 現在是前官員 他都說在適當的時候 加拿大亦都要再守衛香港多一次 大家要記住 加拿大是我們永遠的老朋友 我們欠他太多 他們有很多年輕人遠到重陽 像阿琪一樣的儲藍一戰 都未博過夜就戰死了 很可憐的故事 大家來到深水埗公園 不只是單百段地走走 這裡有兩個地方 不是很顯眼的 其實就是一個 紀念當年一些陣亡的將士 以及在這個集中營裡面 病死了和失去了性命的戰夫 其實除了這裡有一些 關於當年的二次大戰一些紀念的墓碑之外 其實沒有遠處 還有三塊的 英國當時樹立的軍部的戒石 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地方 之前是一個英軍的軍營 我帶大家去看看 威武力的軍營 在這次大戰一些 甚麼都在有個地方 是一定的 在這次大戰一戰 為何要再次抓到 有關的 有關於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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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一戰 現在來到這裏 大家看了三屆的戒石 都了解到以前的集中營的位置 英國的軍營是這個位置 但其實深水埗的軍營 亦都有一宗很慘絕人環的事件 曾經發生過 這個慘案叫李斯本苑慘劇 在1994年9月25日 我想日本皇軍 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糧食 要養在集中營裏七千多名士兵 他們將1816名戰夫 大部分都是英籍士兵 希望運到日本本土做苦工 做勞役 集役 增大他的勞動人口 將1816名英國戰夫 都在9月25日晚上 遷移到航船州的碼頭 登上一手武裝改裝過的客貨輪 這個叫做李斯本苑 這個李斯本苑在沒有多久後出發去日本 我相信大概兩天後去日本 但你也知道 當時不僅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海上 亦都有一些美國的艦隊派遣了潛水艇 做一些哨兵 監視著日本人的狀況 剛剛遇著剛剛 因為這一架的李斯本苑 沒有掛到一些戰夫的船旗 或者平民的船旗 被一個在這附近海域的 美國的太平洋艦隊 有81分隊 一隻叫做 U.S.Groppler 即是那些叫做 Groppler 應該是那些爐宇的潛水艇 就發現了它 和開火將它擊沉 當時船上有七十多名日軍 即是有其他日本戰艦來接它 他們便可以逃脫 但亦都在船尾沉之際 亦都留下船員和一些守衛 夾著這1800多名的戰犯 亦都在船上的逃生口、倉口 塗了一些木板和鐵釘 防止這些囚犯逃生 然後再拿一些拖船 將它拖到浙江的舟山附近 監守著它 想一想一步的打算 但奈何到10月2日 船因為太多雙重 就開始沉沒了 而在舟山附近的範圍 就是在定海縣的東極鄉清兵島 那裏有一個叫清兵和廟子湖兩個海島 海島亦都有很多漁船 出發進行人道的拯救行動 出發了大概有十幾次 21次 16艘船21次 還有救度有兩個地方 清兵島出船 漁船30艘船 救助44艘船次 救了270名8名的戰夫出來 另外廟子湖島出動16艘船 漁船出動21個船次 救了106的戰夫回來 有了千人撞身大海 很可憐這些戰夫沉了海底 告別了在深水埗軍營裏面的同袍之後 永遠見不到他們 亦無法回到他們的老家 永遠沉落海底 但剛才說救了幾百名的士兵 亦都很可憐 因為大部分士兵都被日本海軍 吹回上前 截了漁船 捉回日本 只有幾名戰夫 僥倖地上岸 逃出新天 今天如果大家去赤柱 這個聖士提犯書院裏面 亦都有紀念碑 紀念李斯本苑 死了過千人的戰夫的慘劇 大家想想 真的很不人道 食日吃得不夠 還捉他做苦工 而途中遇到意外 日軍是棄救他們 等到他們沉撥海底 大家都會知道 希望這些年輕生命 不要白白消失 我們香港人 更加要記得這件事跡